再有两天 CB就开始了 两军队的外援只有一个到位 而另一个莫兰德 今天就说莫兰德可能与两军队的签约 出现问题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结识呢 老沙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两军队此前在季前赛当中 两年败很多球迷坐不住了 两年败这次季前赛 几年败都不要紧 前面我说了 两军球迷要是有大视野的话 你千万千万不要在乎两场季前赛 甚至说常规赛 输一场球都不要在意 辽宁开起未免之路 那绝对不能从至此之中 赢到底 赢在最后就可以了 即使未免失败 他也不在乎一成一持 更不在乎季前赛 老长球员又说的 我们的两个外援到底怎么样 福格第一场比赛打得不错 第二场比赛成功率太低 又发生了毛病 那么福格这位球员 就是经常在比赛当中 得分能力 显得不足 是球迷们不看好福格的 最关键一点 实际上福格两场比赛 状态还算可以的 另外一个外援 今天杜专出段子来了 说摩兰德 是为了向辽宁队 讨要涨价 不涨价 我就不回来 这又是水军干的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不存在 因为摩兰德 虽然辽宁队 报了优先许业权 而这个优先许业权 只在CB宽大内好用 摩兰德如果夏天 有球队看中他的话 比如NBA 比如欧洲联赛 他不受这个我们优先许业权 而去左右 早就走了 去签约了 但事实上 摩兰德目前还在家里 练身体呢 说明摩兰德 他并没有得到 其他剧疗部的邀请 而目前这个时间节点 欧洲和NBA的签约 已经结束了 摩兰德目前 只有回辽宁队 现在不是摩兰德 想不想回辽宁队的问题 主动前 不在摩兰德所里 而在辽宁队 只有辽宁队 不嫌摩兰德 决定没有摩兰德 炒掉辽宁队的感觉 请请民放心